这个姐弟恋怎么样 你是戏里的是不是 你要聊戏外面也可以 我就故意不了 你还故意要自己调进去 徐若萱 柯震东 于子玉 范绍勋 跟导演陈俊玲 三日齐聚 出席电影 初恋漫漫拍宣传 电影讲述还是处男的柯震东 爱上比自己大很多的妈妈嗓 徐若萱的故事 记者会现场聊到姐弟恋 阿东南的公开 自己一直以来喜欢姐姐的原因 这个姐弟恋怎么样 你是戏里的是不是 你要聊戏外面也可以 我就故意不了 你还故意要自己调进去 你自己说要聊戏外还戏内 是 你可以聊别的 没关系 我们都想听 你不要再吹他下去 我们都想听 没有 聊戏外的 聊戏内 戏内 戏就是人生 人生如是 敢开觉得 你为什么男孩 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爱上姐姐 呃 没有不小心 就是爱上 对 那个迷人的点是什么 有一种 我不知道 觉得他们很 在生活的 不管是对人的相处 或是工作上 都有一种你很尊敬跟看到一种 哇这个状态非常好的 他很强 对对对对 不管是对人处事 或者工作上的等等一切 你会觉得哇怎么 然后包容力又强 然后又懂得去那种 一样体会跟体调 对这种 对我们二十几岁刚出头的 那个时候会觉得 哇这个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 人类 了解 对对对 甚至还有一点崇拜 对对对对 对于未来的感情 柯震东说 什么样的形式都能接受 这也让大家毫无顾虑的 追问下去 你有看金曲奖吗 金曲奖 有人要开演唱会了 他有听我懂吗 他说Alma要开演唱会 他说Alma要开演唱会 你也会去看吗 你也会去看Alma演唱会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他有抽吗 他有说他要开演唱会 年底会开演唱会 我就有说 他要回来了吗 那你期待他回来开演唱会 很好啊 我觉得很好啊 会想要买票进场看吗 买票 嗯 至少应该是一个包厢 对 丽姐你买一个包厢 还有一个包厢吗 我看不知道欸 要看他有没有问我吧 对因为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你在等他邀约吗 可以啊 如果他需要 帮忙 不是帮忙 就是他 对就是如果有 因为我平常 不太关注 就是演唱会的小型 因为我 比较少参与演唱会 大家真的太八卦了啦